大家好,我是可见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红枣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吃的滋补佳品 俗话说,红枣它是女人的宝 常吃红枣不仅可以滋补身体 它还能美容、养颜、减肥、抗衰老 今天我们就用红枣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瘦身的好方法 可以让你在三天之内快速的剪掉大肚蓝 恢复平坦的小腹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这种做法 做法非常的简单,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大家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几颗红枣 这里是两个人的量,把它放入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淀粉 把红枣清洗一下 红枣它的褶皱非常的多 会藏入一些灰尘和杂质 而淀粉的吸附力是非常强的 可以把红枣当中的灰尘和杂质吸附干净 红枣被誉为天然维生素丸 它具有非常好的补血作用 红枣是坏血病的克星 能够有效的治疗贫血症状 红枣中含有的黄磷酸泉钢 黄磷酸泉钢是可以有效的抑制癌细胞生长 可以将癌细胞转化为正常的细胞 红枣可以用来泡茶 也可以用来酿酒 致醋 红枣对于缓解女性的痛经 具有显著的作用 女性经期可以常吃一些红枣 可以帮助女性将精血快速的排出体外 红枣对女性的健康是十分有利的 红枣还有非常好的开胃健脾的作用 可以增强人体的食欲 促进胃肠消化功能 能够有效的增强人体抵抗力 在减肥期间多吃一些红枣 可以提供人体所必须的营养物质 可以美容 养颜 延缓衰老 使我们的气色会更加的好 红枣一天食用的量 不需要太多 三至五颗就可以了 食用过多 特别容易上火 并且我们在食用煮红枣汤的时候 最好把枣盒给去掉 这样就不容易上火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生姜作为一种调味品 它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吃生姜也有一定的辅助减肥效果 我们先用食盐 把生姜表皮搓洗干净 生姜性温 其特有的姜纳素 能够刺激胃肠粘膜 使胃肠充血 消化能力增强 能够有效的治疗 吃寒凉食物过多 引起的腹脏 腹痛 腹泻 呕吐等症状 吃过生姜后 人身体会发热的感觉 这是因为它能够使血管扩张 血液循环加快 促使身上的毛孔张开 这样不但能够把多余的热量带走 同时还能够把体内的病菌 寒气一同排出 它能使身体的循环加快 使身体的基础代谢提高 因此能够起到一定的消耗脂肪的作用 清洗干净的生姜 我们先把它切成小块 生姜中含有丰富的姜酮 姜锡 姜纳酥 这些活性物质可以提高身体基础代谢 切好的生姜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苹果 把它放入盆中 用食盐把苹果搓洗干净 苹果是减肥期最理想的水果 苹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以及果胶 可以很好地促进胃肠道蠕动 帮助我们排泄 肥胖者几乎都是因为饮食过量 而使胃部扩张 无法控制食欲 苹果减肥法能使胃部收缩 减肥后食欲变得容易控制 而且味觉变得正常 不会喜欢油力的食物 苹果减肥可以促使 血液内的血球蛋白生成 提高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同时促进神经和类分泌功能 有助于美容养颜 苹果减肥法提高了肾脏或是肠胃的功能 排出体内废弃 净化血液 它能使体内的淤血 树变 水毒排出 身体也变得更健康 在美国 苹果减肥法非常出名 每周空出一天的时间只吃苹果 俗称苹果日 俗话说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可见苹果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苹果当中含有17种氨基酸 其中7种为人体所必须 但自身又无法合成的氨基酸 苹果中含有的柔制和多种果酸 可以帮助食物消化 并有促进未收敛的功能 加速食物消化吸收 苹果酸可以稳定血糖 预防脑连糖尿病 因此糖尿病患者 宜吃酸味的水果 苹果当中含有维生素H 具有防止白发和脱发 保持皮肤健康的作用 维生素H又称为生物酶和辅酶2 是水溶性维生素 也属于维生素B族 它是合成维生素C的必要物质 是脂肪和蛋白质正常代谢 不可缺少的物质 维生素H是一种维持人体自然生长 和人体机能的所必须的水溶性维生素 也是维持正常生长发育健康的必须营养素 无法经人工合成 苹果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C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 心脏病患者的健康元素 美国的研究人员还证明 从新鲜的水果中直接摄取维生素C 要比口服药物更加有效 每天吃一个苹果 可以满足人体每日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C 切好的苹果直接加入砂锅中 然后再把红枣丁和生姜一起加进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接着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然后转小火 煮上20分钟左右 我们趁这个时间 再准备半个柠檬 把柠檬汁挤入碗中 柠檬可以起到抑制脂肪 积聚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有效的防止 餐后血糖升高 同时也能够消耗到 食物中的糖分和脂肪 避免出现脂肪的积聚 从而达到一定的减肥效果 然后再加入一勺蜂蜜 用勺子搅拌均匀 蜂蜜也是可以起到 很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或是在底下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20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红枣和苹果都煮得比较软烂了 苹果和红枣放锅里煮一煮 果胶会更加的稳定 更容易给人体吸收和利用 对于腹泻和便秘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苹果红枣汤我们可以每天早上当做早餐来食用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热量的摄入 提高基础代谢 减掉身上的脂肪 尤其是腹部松垮的脂肪 并且长期食用 对身体也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 可以去除寒气 美容养盐 延缓衰老 减少皱纹 苹果红枣汤 亮着温热的时候 把柠檬蜂蜜水给它淋进来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吃了 坚持食用三天左右 您就会发现大肚兰不见了 小肚子也变平坦了 气色红韵 越来越健康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